省心女子从救护车走下来 在救护人员的陪同下走进医院急诊室 因为她扬言轻声 网友知道后就怕她真的做出傻事 赶紧跑到辖区派出所报案 请求警方赶快到省心女子家中救人 有网友在脸书上求救 说省心女子长期遭到同学肢体霸凌 多次忍耐 之后发现省心女子在脸书上po文 说做鬼也不会放过霸凌我的人 就怕有个万一有网友打110报案 也有人通知救护车到她家 幸好省心女子人平安无恙 因为之前班上这样对待 所以我都不敢上课 然后就被挡 然后就眼闭 然后之前休学了一年 当事人控诉同学看她是北部人 独自到南部护理学校念书 常常冷言冷语让她身心受创 五年级上学期时 因此休学如今复学第一周再度适应不良 她对文化跟一些环境的一个陌生 那有一些言语上的冲突 那第一时间导师教官 跟后续我们都要启动辅导师的转介 校方表示之前未向教育局通报霸凌 只听说她跟同学兼有言语冲突 曾对双方进行辅导沟通 如今省心女子疑似又再度被同学欺负 复学之路又遥无奇 记者张春华 杜云杰 屏洞报道